北京时间2月6号9时17分和18时24分 土耳其先后发生两次震源深度20千米的7.8级地震 地震发生后,网络上出现了诸如 土墟地震可能至中国三年内发生7-8级强震的言论 引发不少民众关注 公众的视野也再次聚焦到地震预测、预警、预报上 网上流传的地震预报可信吗? 土墟地震是否会对中国产生影响? 地震活跃期到来了吗?民众如何应对? 近日,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王运生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警技术研究成都中心主任 成都高新简在研究所所长王吞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戒毒 在王运生看来,土耳其地震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源于此次地震西震群形地震,且震极大,伤亡多 但此次地震并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 网络上所流传的中国近一周以来 地震变多了的说法仅仅只是因为土耳其地震发生后 民众对地震的关注度提高后带来的影响 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世界 关注度高了以后呢,大家就是哪地方发生地震都觉得很怪 我们上面是一个鸡蛋壳嘛 它是几个平起来的板块走成的 它要运动靠什么呢?靠软流船对流来运动 这一运动呢,我们是很难看得见的 一个是我们通过板块之间的相对位移 第二个就是靠火山喷发 静静南火山确确实是比较异常 所以就是说,一个基本判断 就是全球现在地震的发生强震 大震的概率是增加了 王吞同样认为,土耳其地震与中国未来几年是否发生强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土耳其发生了地震,当地应该产生了大概10米左右的位移 但是呢,中国离土耳其有几千公里 那么10米的距离相对几千公里 那么对应的因变,就是说位移的变化是非常小的 而由此引起的因力的变化,就是力量的改变也是可忽略的 对于目前饱受争议的有关土耳其地震后 全球地震进入活跃期的预测 王吞表示,该预测并不具备科学依据 以四川为例,目前并没有四川会发生大地震的统计数据基础 王吞直言,由不少地震的发生因受当地地质构造、地质环境影响属于正常现象 我觉得网上的一些言论说 中国或者世界进入了地震活跃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这个也没有经过严格的去统计 四川是天赋之国 同时也具有大震发生的地质构造 在四川的三大地震带上发生这些震级的地震 由于有这些地质构造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从目前来看,是没有再发生 或者说能够进行大地震会发生的预报的数据基础的 土耳其地震发生后 旁杂的地震预测预报信息在网上层出不穷 面对此种情况,王吞直言 从目前地震预报的技术发展现状来谈 所有的临阵预报都是谣言 我认为凡是说未来某一天某个时刻某个地点会发生大的地震 全是都可以说是假的,都是谣言,都是没有科学预据的谣言 现在的地震预报首先是怎么去做,怎么去科学试验的过程 而肯定没有达到,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达到 准确地预报地震在何时何地发生以及震击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谣言 王吞生同样指出,临阵预报是世界性难题 任何某时某地发生某级别地震的推论 从科学角度来说都是不靠谱的 目前国家的抗震水平较之以往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面对所谓的预测信息,民众只需放平心态 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特别是通过文川地震以来 我们对这个,一个是通过广泛的宣传 我们公众的这个防震意识比原来强 对防震这个设防的要求就是越来越强制性 强制过来以后我们绝大多数城市都是高地度影响 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保证大震不倒 中震可修,小震不换 我们的只要是一些活断层搞清楚的地方 或者是接活我们现在的规划 都尽可能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地震破裂的这么一个带呀 它都做了一个叫我们叫避让范围 尽管没有所有的都达到这个要求 但是这个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也开始行动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